来自南韩目前的最新的气氛 而同时我们带来感受台湾这个气氛了 台中大甲妈祖九天八夜绕镜活动 丸教刚才已经抵达镇兰宫了 包括马总统呢 其都已经到场 现场是人身领备 我们连线主播刘涵主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世界三大宗教盛世之一 一年一度的大甲猫绕镜呢 就即将开始讲开了 那么从下午五点钟开始呢 就会进行所谓的上教典礼 我们看到了包括总统马英九 还有立法院长王津平 以及副院长曾永泉 都来到现场呢 来进行福教 就会把我们的妈祖呢 请上了轮教 未来在绕镜的活动呢 可以保佑这一整年呢 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我们马上来看一段 现场的最新画面 好你所看到呢 现在就是有总统马英九 还有立法院长王津平呢 即将进行这个福教的动作 同时呢 今年非常特别地方 是由大甲建篮工的董事长的儿子 严宽恒立伟来主持整个大局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梁城即时是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总统马英九 还有立法院长王津平 以及曾永泉呢 即将呢 是要把猫组的请上了轮教 来进行在今天准时 可以在凌晨的紫时哦 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这段时间 大甲妈呢 才能够顺利的起架 那么看到现场呢 已经是要准备把这个架 把叫给 把妈祖给扶上完叫了 那么同时 在今天呢 非常值得特别的地方 是其实今天的大甲呢 其实一直以来 这个天气都不是很好哦 从早上到现在呢 一直都在下着 间切性的大雨 不过呢 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在现在这门梁城即时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 已经这雨势已经稍微停歇了 大甲妈不愧是好嘴妈 已经呢 是把这个雨水呢 引到台湾来了 而就是现场均情形 我是刘憨竹 与中天新闻团队 在大甲真冷宫的现场 带给您第一手的即时报道 好 谢谢韩卓 透过现场的气氛 可以感受到 尽管天候不佳 但是还是大家相当的热闹 而更多新闻消息 我们也马上回来